当外滩的外国银行不断膨胀的时候 1896年11月1日 紫禁城里的光绪皇帝 收到了一份奏折 银行与太息 其大旨在流通一国之货财 华人不知物此 英法德俄日本之银行 乃推行来华 让我大力 商务书籍所细 不急涉中国银行 无以通华商之气脉 渡阳商之辖职 上奏人是都办铁路总公司事务大臣 盛宣怀 家务黑罪以后 中国是狭气困的 侵着光绪皇帝 那根本是刚才想给各地 方法明明全口才是超标嘛 此时 盛宣怀正在中国的土地上 用中国人自己生产的铁轨 新建中国第一条铁路干线 卢汉铁路 但是他碰到了一个大难题 就是修铁路的钱从哪来 修铁路的钱 学华工都考虑到中国 必须要有十八个年 有了十八个年 你可以做十年 这种人生的这么一家人 很不容易 搞人家到底有资本也想到达 通常人家整的人家 就是两百五十万年 出不一望年 这些是学华工十八个名字 通过十八个相好关系 就是有什么的 这个年轻轻为苦味 是扯一来 那这个叠嘎中山年开起来 1897年5月27日 外滩六号 中国人创办的第一家银行 中国通商银行开张了 今天我们仍能从这些老旧的底片上 看到它所拥有的 这幢别具特色的东印度式建筑 通商银行建完以后 它的那个银行的法则 是完全拷贝汇丰的 就在一开始就想一想 把它建成一个 能够跟国际接轨的一家银行 而且在创办的前几年 通商银行的整个效益很好 它给淘定写咒咒说 它很得意说 现在我们的上海滩 大概我们已经可以跟汇丰并肩来 自从有了中国通商银行后 更多的华资银行诞生了 从1905年到1911年的7年间 就新开了19家 打破了外资银行 对中国金融体系的垄断 整个外滩面疆的这一条线 都是巨型的外资机构 当然这是所谓的这些洋行资源 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大量的华商一般的市民 也都去外滩 但是不是去外滩的门面 他们在比如说江西路 四川路 也有很多很多的中小的金融机构 在外滩以西的这些小马路上 中国自己的银行家将在这里大展身手 1915年6月2日 一家小银行诞生了 创办人是一名叫陈光福的青年 那一年他34岁 陈光福只是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 开业后的第三天 于同天开业的上海证券交易所 合登了一条致谢的公告 就算是对社会各界的交代了 陈光福在1915年开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 其实在中国地区有另外一个象征性的事件发生 就在北方地区三西票庄最大的一个企业 叫日升舱倒闭 这就代表着在上海地区 现代的商业模式 开始取代了传统的钱庄模式 然后上海取代评鸟成为中国的竞争主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海从1843年以后 它有一个持续的发展 所以一般的市民也得益了 所以工资比较高 当时的物价来讲的话 上海比周边地区的零县 零震 高出大概三分之一 以上海的一个黄包车夫的一个工人的收入的话 一个月按照那个1920年代 是上海总工会的那个统计 大概也有15个银员 而当时在北京的一个大学的办事员 比如说毛泽东 在北京图书馆工作 然后他的工资是8元钱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上海它是一个物价的一个高地 同时也是一个高收入的一个地方 因此很多的资金都在这边来 所以这是上海金融业的一个基础 19世纪20年代的上海 权贵巨商是外资银行 官办银行和传统钱庄的做商客 它们才是银行吸储和放贷的对象 而普通百姓的小额储蓄基本是空白 但是陈光复看到了贫民市场中 蕴含的巨大商机 他的银行推出了一元开户的吸储方式 一元启程 实际上汇丰银行也办过 用的说陈光复一定是第一家 但是也没谁真当一回事 他当一回事 我们一元启程 我觉得一元就可以开个户头 不要是虚费 拉车的了 无女了 普通资源了 也很方便 这件事一小不大 擅长是这个散付的存款 就是小的存款 这些是保存在银行博物馆内的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活期存折 我们仍能在肥业的储户须知上看到 此项储蓄存款自国币一元起 即可开户 再翻开一位普通储户的活期存折 可以清晰地看到 平均每两个月 账户里就能存入十元钱 所以像陈光复他们以平民为 稀储对象的银行的崛起 我觉得对上海能够日后发展成一个 全民的金融意识都很强 成为中国最大的商业城市 有很重要的标志性的意义的 郎念祖先生曾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担任乡礼 相当于今天的总经理助理 银行月刊制度是当时较为盛行的一种银行企业文化 解放前迁往台湾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 至今仍每月给郎先生寄来月刊 那么陈光肤都能担心 被写三天在抢 那么陈光复遇上学习 一天将在大约身门抢 能够到五百块岁 有千万块钱 有千万块钱 赌日本是千万块钱 那么陈光复遇上海商业 FAQ 那么陈光复遇上海商业革命 那么庆祝陈光复 陈光复再买大衣 早买大衣 再买一百块钱 陈光甫兑现了 他对储户一元即可开户的承诺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服务 在上海滩上有了口碑 陈光甫办的这个上海银行 一年以后有了很大的启示 整个上海金融业这个时候 就开始蓬蓬蓬蓬 开始发展起来 他跟上海银行家 关系都很密切 他们互相之间碰到了什么事呢 也互相帮忙 1916年5月11号的时候 他后来就到了一个人 打来的电话 说是要请他状告自己 这个请陈光甫状告自己的人 正是时任中国银行副经理的张家敖 1916年的时候 袁世凯政府财政已经是 窘迫到不能维持 然后他想问汇丰界 汇丰不借 因为无法担保 哪怕你给我八分利息 我也不做 他不行了以后 他就命令中国银行跟交通银行做 这个消息一旦传出以后的话 引起了市场很大的一个动荡 人们认为可能央行要破产 你那么多的纸钱发出来 又没有黄金或者白银储备 来进行抵押 那么就开始在北方开始出现了一个挤兑的现象 大家开始来取钱 那么为了防止银行真的因为挤兑而倒闭 北洋政府就宣布停队 就不给大家兑钱 这些城府更加忧心忡忡啊 用到这个银行里面 要取出自己的钱来 但在外地呢 受制于这个严实开的这个压迫就停掉了 所以更多的人就用到这个中国银行的这个上海风格来取款 压力非常大 严实开这个事就命令这个张家豪 还以为就是经理宋航 要他们把上海的这个两家银行关掉 停止兑换 让老百姓手上的货币变成一堆废子 张家豪觉得这个是显然是不可行的 而且会酿成大祸 他们认为银行不能完全受制于政治 银行有自己的独立性 有维护社会稳定跟这个经济运作的义务 中国银行的上海风行宣布拒绝这样的一个命令 原来是要抓宋航章跟张家豪他们 当时上海银行基本上是官资银行 所以职业经理人你是很难有权利 说不遵守中央的一个法令 这个时候张家豪就利用了这个租借的法律体系 他给陈光府打电话说希望起诉他 然后张家豪就应诉 应诉完了以后在惠胜工协里边就形成了案件 因为根据当时的法令 银行的业者被起诉的话 那么在几个月之内政府是不能抓他的 他必须在原来的岗位上面来把这个官司给他理清楚 因此这个案件就被上海利用 自外法权的体系把它给维持下来 张家豪给北洋政府的财政部发了一封电报 上书 此次中央院令停止中交二行对线复存 无意宣告政府破产银行倒闭 直接间接载破天下同胞 丧尽国家元气 护上中国银行有股东决议 通知经理照旧对钞复存 不能遵照怨令办理 1916年5月14日 星期天 中国银行上海分行 在申报的头版刊登醒目的广告 特别加设半天的营业时间 供持票人兑现 第二天再登报 广而告知 公开地跟全中国宣布 我们做 任何钱过来 我们对给你 对给你银两 对给你美元 也对给你黄金 等着两天三天过去 中国两招牌带 那都是一样那都出吗 有点没办法 就宁愿去少七年 少七年 我根本就成功了 一场挤兑风波平息 此等魄力换来的是银行的声誉 报纸评论 持有中国银行钞票 即使中国银行存单者 可以安然无虑 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发行的钞票 在长江流域迅速推广 远达四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